诗池上 池上 这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写的一首五颜绝句 白居易特别喜欢去各种池塘游玩 光游玩还不够 他还写下了三百余首和池塘有关的诗呢 这首池上就是其中的一首 三百余首 这么多都是写他有多喜欢池塘吗 这不一定就像这首池上 他写的就是白居易在池塘边看到的 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呢 是什么有意思的事呀 花花老师 白居易有一天在池塘边看到了一个小孩 他撑着小船回来 船上还有他偷彩的白脸 白居易被这个小孩的行为斗笑了 于是就写下两句诗 小娃称小挺 偷彩白连回 这个小孩在偷东西呀 这是不对的 没错 一般的偷是可耻的 不对的 会让人感到讨厌 不过白居易这里写的偷彩是不一样的哦 哪里不一样 不都是偷吗 我们可以先看前一句 娃是小孩的意思 挺是只小船 在娃和挺前面又更加了一个小字 更加突出了娃的幼小天真 这么小的小朋友怕被大人发现 在偷偷地采白脸 如果你们看到了这个画面 你们会讨厌这个小朋友吗 不会 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很可爱 所以这里的偷不是偷窃 而是偷偷的 瞒着大人去的 你们小时候是不是也会做这样的事呀 我小时候经常备着妈妈 偷偷地把零食藏在床上吃 所以 诗中小娃偷彩白脸 让我们感受到的是 小娃的天真 可爱和调皮 这就是白居易觉得有意思的事吗 当然不止了 更有趣的是 小娃偷彩了别人家的白脸 生怕被别人发现 只想着快快回去 却不懂得藏好自己的踪迹 没有发现小船 小娃已经把水面上的浮瓶荡开 留下了一道清晰的水路 一时和不拢 于是白居易又写下两句诗 不解藏踪迹 浮瓶一道开 花花老师 浮瓶是什么呀 浮瓶呀 就是飘在水面上的一种水生植物 看 就长这样 这两句诗通过描写池塘上的情景 从侧面 衬托出了小娃的天真无邪和淳朴可爱 这小孩真可爱 自己的行踪道路的都不知道 他肯定以为没人发现吧 真是太搞笑了 是啊 白居易也被这个顽皮的小孩逗笑了 于是提笔写下池上这首诗 留下了这幅顽童和池塘的独特风景 你们读完这首诗 是不是也被这个偷彩白脸 又不知隐藏踪迹的顽皮可爱的小娃 给吸引了呀 蜘蛛 中文字幕提供